大家好 欢迎收看朋友和我为您带来的Pokemon Go Battle 第九赛季就要结束了 我们在最后展望一下第十赛季 在这之前呢 再放一下我们第九赛季的搜冠战 想实在是想用一下 这个新的 11月份Complity Day出来的黄金狮子 当然我说Shining的就是黄金的 所以说我为他煮了一下这种顺便也用了一下我这个 花了不少投资的XL的Shadow Lapras 还有这个Shadow Scan Tank 当然这个阵容是用了Scan Tank 后面我会换的 因为用Scan Tank 感觉 效果一般 同时这个录像已经投稿给King IV了 他希望他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播出吧 不播出也算了 因为这个比较Spicy 我们大概是在2500分 2600分左右 打了一打 所以说 这个新阵容 估计是 高分 也是很难混的 咱们纯粹就 较40岁而已 好 碰见觉着听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手法 但是因为新阵容 不是人家扔上一个松鼠 我不知道怎么办 愣了半天 换上Scan Tank 但是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赢 至少我克制他的小招 是吧 但是松鼠是非常spammy 这包里斯兰三下 他三下一个 4.5秒一放 是吧 跟我们比我们大概是 13秒6.5秒 相当于6.5秒一放 13秒两下 我们在13秒两下 他是13.5秒三下 然后他要被先扔上来 所以说明白 我们用了一个盾 然后 他没有开盾 咱们开了一个盾 开了两个盾了 对方还剩一个盾 把他farm 保住咱们的switch 结果他上了钢尼巴鱼 我这里应该 我的15级应该是这个框尼座 我应该换我的lapras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办了 想着钢尼巴鱼 我不想失去switch 我如果换上lapras 人家换上这个解决听了 是吧 跟我的lapras拼了之后 我的那个电 我的那个电湿 就要碰到他的钢尼巴鱼了 所以说我是这么想的 结果发现这个 还是不应该这么想 因为我的电湿 也打不过他的解决听了 你看 解决听了来了 我电湿打不过 别看我的小招 特地用的是那 我是打解决听的super effective 但是这个 这个sikey放 大家看看能打解决听的打多少 非常少 效果忽略不计 然后这个解决听呢 又非常spammy 然后这个dryonclaw 咱们眼看就打云了 他可以把我们farm down 他虽然降了一级防御 大家看这个第2个sikey放 还是没打多少 解决听呢 实在是太刚了 最后咱们lapras搞不定了 这是没办法 这个不熟悉的阵笼 人家扔上这个松鼠是switch 我应该是换慢了 然后我的 他又上了一个钢尼巴鱼 咱们就比较头疼了 是吧因为我这个这种 整体来说对钢尼巴鱼的三个人 那个 黄金4是完全打不过 Scan tank也是基本上完全打不过 只有lapras能够勉强一打 是吧 很难 好 这里排人我既然没减掉吗 我今天我减掉了一些排人 就还是有些排人的长度 毕竟到这时候 大家都不想打 对忘了说一下了 这个好像是一个群友 展示一下他的ID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群友 然后这个ID还没显示出来 这个 Shaking violet 这个颤抖的 投金蓝 颤抖投金蓝是我们群友的 之后在群打完了群里 他发massy 我才知道 碰见群友了 这里碰见了这个 奥巴马 他的小招对我 基本上不造成伤害 我的小招打他 是super effective 所以说在两顿的情况下 咱们还能打的 尤其咱们还是 高败了他一下 好啊 这里的话 我觉得他百分之百是 Energy ball 好了 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就挡 因为我们一个增加了防御 我们不挡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说他也没必要骗 这里咱们就 估计用surf就够了 好了 我们准备catch一个 然后我们用scanton catch一个Energy ball 好这里catch到了 好他这里是换上他的swamper 这里他好像应该是有点卡了 是吧 然后他好像又回来了 所以这里咱们 小占了一点便宜 让swamper 卡了一卡 然后这个 Earthquake 这个还是hikecannon hikecannon hikecannon把我们farm down 正好 那么还是比较投的 这里肯定是用laprass 咱们保留laprass是对的 咱们的小狮子 碰见swamper是比较 惨的 好 这个surf将他打死 然后这里 他又上了残血的奥巴巴斯 这里我觉得 我必须要保我的laprass 我觉得他最后一个虫肯定是 怕laprass的 是吧 结果他最后一个虫是活了 早知道的话 我的小狮子也行啊 这里咱直接弯下去了 然后很幸运他没有挡 直接被被我垫死了 退了 还是很 很惊险的 很惊险的 早知道他最后是个活了 我这个小垫狮子能够对付 我就不需要 那个死保laprass了 是吧 好这里直接碰到活了 那咱们laprass可以打的 只要不被他插路就行 好咱们是一个社会好像没有被插路 然后这里我觉得应该是flame charge 因为flame charge是中性伤害 直接勇了的风险率比较大 好咱们这里没有挡 好 这里没有被他插路 放着司机掌握的还是正确的 对方两个盾都用了 咱们还插路了一个 既然我们插路了一个 咱们就挡了一下 让他用这个flame charge 好 结果他catch了一下 用snownex catch了 我这里选择的是用我的scan tank 毕竟snownex的铁是被我们克制的 其实我这里放的有点慌 当然也不一定是有点慌 谁知道他会用superpower 他是用superpower打我了一下 其实他用body stun 威力应该也差不了太多 好他用superpower 对于被我farm down了 咱们还是有能量的 是吧他火鸟是不是overtap了 他可能是overtap了一下 又被我放了个矿里 把火鸟给咬死了 这个scan tank就流逼了 他最后是个chammer 直接咱们第三个师都没出场 怎么黄金师都没有展示机会 就营销了这场 咱们的shadowscan tank 都把我很好的发挥 这把我记得jellison 我这种设计就是用来对付jellison跟chammer 一般是九尾的 所以我这里换到黄金师勾出他的 勾出他的钢里巴鱼 大家看到这个黄金师面对钢里巴鱼 是多么的无力啊 为什么我小招带snar 也是为了打钢里巴鱼 多造成点伤害啊 好 我就只能希望他伤害我 最后一号我也是个chammer 我们的scan tank 看个人一推二了啊 看看这个阵容设计的行不行 一个额税搞死了我 他已经被降了一堆防御 rock slide 两个rock slide 我没有给他第2个rock slide的机会 因为我拉票是斩链那没用啊 咱没带那个dragon pulse 是吧 打这个打这个家伙没用 好的 他最后果然是个chammer 结果很不幸 他是先一步先一步的这个 在archlink还是比较肉的啊 而且有两个盾的情况下 大家看见没有 即使咱们打赢了 咱们也费了 也不可能 再有力量 打他的那个 也不可能再有力量打他的这个 这个水母了是吧 所以说 就是为什么我后面一个我就放弃了scan tank 这scan tank是不具备一推二的能力的 是吧 没办法啊 好再看下一把 或者我有 有情况就是说他最后 对我的电的不是钢铁把鱼 是一个little queen little queen要赢 小小黄金丝的话是要多交盾的 如果多交了盾 那个我们的 这个scan tank是有可能一推二的 刚才在两盾对两盾的情况下 scan tank没法一推二 chammer 开着这个盾直接把scan tank搞残了 没办法 好的最后我说找人是比较慢的啊 毕竟三个力都在打二续的不多 好啊这是一个格斗系的啊 咱们 瞬间换上我们的黄金狮子对方上的是 快塞了啊 这是open的 我觉得黄金狮子最适合打的应该还是 这个 premium的classic啊 不带神兽不带xl的 是吧 好我得等他先放 然后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降防之前 快塞了一般是不挡的啊 所以说我们等他先放 一个moblust 然后 再连着两个wire charge 好逼他出来一个盾 然后甚至还能 还能再给他一个wire charge 好最后你看 还跟他同时cmp了 感觉这黄金狮子帅呆了啊 直接发不当就可以了啊 好了咱们多一个盾 编队opsgoo再放上我的scan tank 第一个不挡啊 我怕他boost 是吧 好就要他是活了 咱们要掌握好出招的时机 千万不能被他插入 一个crunch没挡 defencefield 好 再来一个crunch 他不挡就死了 他肯定会挡的啊 咱们就farm down 然后我们又成功插路过去了啊 咱既然插路过去了 然后就 挡 farm down 是吧因为他defencefield 又被我插入了一个point jam 是吧 咱直接 一个style bump 然后直接用surf他就可以了 直接surf他就行了 嘿嘿嘿 这属于不利的开局 咱们成功的帮回 靠着我们的黄金狮子 这回黄金狮子发挥还是不错的啊 连着几个wild charge 打这个corsair了 这把就是一个3比2 然后做了一个corsair了啊 好我们跳到下 下一个赛的下一个赛的我们换阵笼了啊 把scan tank换成了这个 manibus twin 好 对方换上九尾了咱们stay in了 我只好抓住了对方的little queen 这个对付九尾了肯定就是lapras最好了 他正好还是个poud slow的九尾 cham的九尾打lapras 好 他竟然都把对用光了我当时想挡了我觉得吃一个戴这个冰死不了啊好的上个是鬼术那咱们就twin了 他直接唧唧了啊这也是完全被hard counter city了啊后面是个鬼术 这是个open的啊 open的里面鬼术不是很厉害啊 dark太多了 xl的dark一个是ambrian一个是twin 都把鬼术吃了死死了 就在classic里面ambrian跟twin都没没法xl是吧 那个鬼术又比较爽啊 又是个off school 那这里咱没有scan tank 还是靠我们的黄金试 哎好他上了个毒属性啊 他上了个毒属性的啊这个 而且他挡了第一个是吧 按道理的话你还不应该挡第一个的他应该从第2个开始挡 那他就会降防的啊 好我们是4.5秒一个他是665啊 但他可以吃下我们一个我们估计吃他一个frent pound有点有点悬啊 哎哎大北党死了啊咱们赢回了switch 那还还能不能一个wire charge 还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啊这把黄金试立功了啊 打赢得了switch 那还成功的呃逼出对方一个盾 然后有我们的twin对付off school啊 然后后面希望大的三号位 是一个怕lapros啊最好带个龙就好了啊 或是geritina之类的 咱们没必要挡了吧 要无聊了 twin打off school是 是一个比较矿日持久的我们twin是用的是飞系小招啊打的稍微快一点 那这把又是黄金试试的秀啊对对方看着上个店呢以为上潮比较保险了就我们却带了这个精神之牙啊塞给个放 嗯 这里还是没必要挡啊死不了 好这样打死了 最后一个锤 却塞了 咱信我咱还有个盾啊 哎呦这肯定是瓜子拿的无捞的 好因为这个这个打之后后面我们的防御力就提高了是吧 我们的shadowlapros 给了却塞了一个score score bash 现在防御力提高了 应该是可以吃一个瓜子 吃吃吃两个两个都死不了啊 感觉两个都死不了 啊你看再再给我一个我都死不了 防御已经提高了你看 好时间也快到了 把他讲了搞死 不容易啊我们的黄金试试再次立功啊 看这把 把过门跳一下啊好来了一个hyper piper 啊卡门啊卡门咱们肯定stay啊 是吧咱们毕竟后面带了一个 最后没带那个scan tank是吧 在这里千万要注意fastmove desync啊咱们刚才说的不错的啊没有让他插入charm 然后这个激动了啊但我们想着这个他不打直接就死了啊 所以所以哎呦他就还没死 就他没死但咱们看起来一个media bash啊这个打的事实上是要除以1.6的啊 然后成功的勾出了他的swamper的 那咱觉得这个操作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 好 swamper overfarm了啊 overfarm了 被我连续降了两次防御 那这样的话咱们lapros可以 farm down吗挡一个地震发不当 我想挡了一个地震啊好 一二三四好他们把上一个地震发不当成功了 我们是快晒了 但少一个盾能不能打就快晒了我还真没谱啊没谱啊先多耗他的血啊多耗他的血 把他血耗下去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啊 哎呦他想catch就开启spy 那他正好他开启的时机在我这个这个 这个按下这好终于把盾耗出来的东西他的能量也出来了啦咱们就 妥妥的换上突婴啊这应该结束 但catch有moonblast 咱们学生当当了一个moonblast啊没有降攻啊非常好 当然降了攻他这点血量也无所谓的啊 也无所谓的 机机啊这应该机机了虽然是supereffectivemoonblast但是 我们还可以吃两个moonblast但他已经吃不了一个fallplay了啊 好 这把咱们那个catchmedia magic还是很很爽的啊很爽的 啊这又是碰了一个好 来一条这肯定stain希望他不是cham啊 呦他是cham是cham了咱们咬着牙打啊咱们咬着牙打 呦是歪了不被骗了啊我特地锁着觉得他塞下可以的 结果他居然是歪了不啊 好所以我这cham一定要打死啊因为他不打死我后面两个都是用 好 这回 哎呦 结果他上的是比雕 他上的是比雕 然后他后面是个松鼠 如果啊我们就看见了大个歪了下去被挡 再来一个歪了下去 估计是再挡啊 好 估计是file dance 咱们就不挡了 file dance威力很小看 咱们降了这么多级防御 还是一个file dance没打死 那就不好意思了 既然把他打残了啊 然后我们把它farm down 呦 不是farm down 我们想给他一个surf 结果他成功的换走了 换走了 他是个bite 看见没有他是个bite的松鼠 那他面对我们的凸音就更没戏了 我们这个盾肯定是不挡的啊 因为他这个比雕起来是 应该是有能量的是吧 他也知道没戏没啥戏了 没啥戏了 他bite碰见一个暗黑戏的凸音是一点折都没有 bite本来涨能量就慢 就靠他的输出 结果碰见凸音 真是 没有任何输出 哎呦 这里还出现什么 这地方我都没没剪掉吗 偷偷都忘了剪掉了 好 这里又碰见啊 这个pawlesslow pawlesslow的话 咱们应该是比较 比较有稳赢的是吧 只要能挡住 一般对方骗盾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available 威力又小 又是除以2.56 所以一般都是直接带着那个link 所以咱们是 稳稳的挡下 好 他用一个water 开始了 我记得这一句 我记得这一句 碰见water 我这时候 snar的劣势就出来了 你看这snar碰见 碰见这个water 挺烦的呀 好 我这里 骗了一顿 是吧 咱们是 一个psychphone 咱们运气非常好 骗顿成功了 是吧 当我们真正用 wild chart的时候 对方没有打 咱们保住了switch 运气非常的好 这真是运气非常好 否则这个switch咱们败了就麻烦了 我当时真是心里咧一把汗 这要败了我的 图音碰到这个 这个九尾 那是欲哭无泪了 好 我是戴着 我是可以吃下一个的 能打40%多的血 好 打死了 最后还是一个这个火了 一个serve之后换 不能被他farm down 这里面没有挡 flame charge 估计是第2个要挡了 好 咱们掌握时间也比较好 他也没有插路 第2个咱们挡了 因为刚才又看见我插插过去了 一招 是吧 结果他还是flame charge 好你才在flame charge 今天我也不会给你机会 brave bird我了 兵的一下 这样打死鸡鸡 刚才说的是 switch的乌龟 真是非常的危险 咱们要很幸运的 打出了一个5比0 当然 大家看见 这个阵容的弱点 还是比较的明显 一个是对钢尼巴鱼比较惨 我们这5比0的 里面好像没有碰见钢尼巴鱼 前面3比2的时候是碰见过的 一个是对付这个水 刚才那个 那个什么水尖龟 当然还有这个刘蛙 是吧 这些这种水水属性的switching 尤其是刘蛙 他的小招还是 克制你这个电狮子的 你用 电狮子的话 挡不住 是吧 如果lapras stay in 你又得保留lapras 打他对方的冰酒尾 所以倒是是个两栏的处境 我赖把幸亏 我一个塞放骗盾成功 然后歪的洽子就击中了 保住了咱们的switch的优势 我当时还少一个顿 所以说是非常的危险 没有让图影碰到他的就位 好 这希望这个视频会被kingiv播出 明天好像就 美东时间是明天下午4点就开始换 season 10就开始了 我们现在 稍微展望一下season 10 season 10的bar在这里 season 10有好几个cub 我是非常 满意的 尤其是 一开始 我看他这个schedule给大家看一看 你看这里 他一开始 就是gradeleague跟grade remix一起的 所以一上来 你就可以不打opengradeleague 你就可以打remix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好 我最喜欢remix 这里我 稍微谈一下gradeleague remix 这里 进了20个重 这20个重 都是非常流行 非常牛逼的 一个是little queen 然后是mario Ambion Scarberry 看swamper 当然还有我们的vansal 这个vgross sabry medicham ataria deoxia bastigong squavity jellison gavantulas 什么gfisk manibus telerflame Obsgum 这20个一进 剩下的有谁呢 这里没列出来 我给大家提几个 一个就是 最近新流行的 刚开始流行 所以上三季用人很少的鬼数 这个鬼数没有被进 是吧 这个他会比较流行 但是除了鬼数以外 C1010有一个夹制鬼数极狠的猫头鹰出现了 因为C1010的一个木 rebalance 我看到这里 会不会写出来 故意在后面 猫头鹰得到一个新技能shadow ball 在这里 这里 有了shadow ball 猫头鹰终于可以对付刚系了 以前猫头鹰对刚系没有任何办法 对电系 还好有个side kick 另外一个night shade 是一个垃圾技能 虽然是鬼属性 但是威力很小 有了shadow ball 猫头鹰终于 最后一块拼毒 可以了 可以打刚系了 然后猫头鹰本身的iv三围是非常好的 然后他的属性一般 但他技能还可以win attack加sky attack 这属于在非属性的极品的技能组合了 三围又比较好 然后就有了一个coverage的shadow ball 所以说猫头鹰肯定是 会在greatleague remix 幻发他的光彩 而且他是完全压制 鬼术的 鬼术碰见猫头鹰 欲哭无泪 然后这是 一个 这两个是明显的是 greatleague remix的 乐门选择 还有一个我觉得 大鼻子 大鼻子是可以考虑 就是busty刚那个翻版 为什么呢 大家发现好多counter 都被禁了 这里的op school 是gwafety 外星人 medicham 大猩猩 这里counter只剩 shadow chump 或者是还有猴子 反正是这些不常用的 那些格斗系的 还在 大部分格斗系的都被禁了 所以大鼻子你是 可以考虑的 当然大鼻子还要面对的一个威胁 就是 泥球 泥球那总是 大鼻子的一个 超级大的一个威胁 但是猫头鹰打泥球的话 是可以吃 Bleezer 是吧 猫头鹰 非常的刚 可以大鼻子配方飞 我觉得大鼻子配个猫头鹰 再考虑配一个什么 海鸥 这种 方飞是不是可以易打 这是我 考虑的一个 一个 可以成功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阵容 是吧 这是 greatleague remix 我八成是用 大鼻子双飞 可以试一试 同时我的帝龙眼 我的 saveby 我的爱将saveby被禁了 但是 ambian 独龙 这两个是没有被禁的 但是 缺乏一个save switch的一个鬼 我这里考虑 可不可以用那个鬼 彷徨夜灵 当然当做一个save switch的鬼 我可以 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当然不行 不行 帝龙眼是在open用的是 对方离球比较少 因为离球又克 ambian又克那个鬼龙 然后可以把顺序 换一换 anyway 到时候 到时候 再说吧 我估计先用大鼻子双飞 试一试 这是一个cub 然后这个outra 这个remix 它只进了10个重 而且它是open 这个outra 是吧 所以说open outra的话 进的10个重 剩下的 突音没有被禁 jellison也没有被禁 joe也没有被禁 所以说 感觉影响不是特别的大 如果你要打open outra的话 我觉得outra可以去玩 outra classic 或者outra premier premier 还是可以的 所以 我就outra open outra的remix 我估计就不怎么 太关心了 好 然后下面我想说 holiday cup 现在它的meta 我还没怎么研究 我想说的是love cup 爱情杯 因为我的小号唯一一个season 就是season6 有爱情杯的时候 我小号靠爱情杯上了 Legend 是吧 因为爱情杯 我当时号称破解了爱情密码 我是用的晴天丸子 然后加上电球 就是顽皮蛋 然后还有那个 snowball 这三个 那是无往不利 但是这届爱情杯变了 这届爱情杯 我把它的图给下载下来了 这届爱情杯 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有medicine 还有defense Dioxide 这medicine跟外星人 DD DD在什么地方 我看看medicine Defense Dioxide 诶 这个图画的太集中感一下子找不到 Defense Dioxide 在什么地方 组织这两个格斗 这两个属于是open的主流宠 居然引入了爱情杯 以前的爱情杯是没有这个medicine 还有这个Defense的外星人的 是吧 这回是加入了他们了 整个meta就有点shift了 尤其是这个dd 他在哪里 我那个去 安定位了 这眼神有点不大好了 这个图画了又太密又都是红色跟粉红色 是吧 要找Defense 外星人还是挺难找的 我看看 Defense 外星人 他居然也不按照顺序来排吗 也不按照Pokedex的顺序来搞 Defense 外星人在哪里 啊 不会我记错了 应该不会记错的应该是有的 靠故意有其他小伙伴故意已经看见Defense外星人了吧 我就算还是没有看见他 在这个图里面 然后这家我忘记画了 哎 我那个去算 跳到这里来吧 这里啊 Dioxide 看看这个名单里面 4种form的Dioxide都是可以用的 显然是Defense的Dioxide 比较可以用啊 这有Meta 跟Defense Dioxide加入 那个Meta就肯定变了 尤其是Defense Dioxide 它是非常好的Safe Switch了 因为你没有鬼啊 大家刚才这个放眼望去的整个 整个这个Meta里面都没有鬼的存在 是吧 那这样的话Defense Dioxide基本上没有 绝对的克星了 那个勾魂眼不在是吧 没有鬼 虫 和毒 理论上是克制的 但他的大招 有对付虫的 也对付毒的 Roxide 是打 打虫 是吧 然后那个Sy 那个Sycle Boost 是打毒 所以他打大招 然后恶 恶系克制他 他有counter 他的小招是counter 是吧 有没有一个比较 bulky的一个恶系 来 能够对付他 所以那个Defense Dioxide 实在是 有点无敌 有点无敌 我肯定是要围绕他来想一套阵容的 是吧 然后Magician当然也是比较无敌的 因为他可以XL的 然后同时还有那个大蛇舔 这个 Lichiton 大蛇舔也可以XL的 大蛇舔是可以填死这个Dioxide的 是吧 应该是有可能是可以对跟Dioxide对着搞的 是吧 因为他的body slam 但他是可以填死这个Matician 我是知道的 对Dioxide应该是可以填死的 所以这个大蛇舔的肯定是 也是比较核心的 等于就是open里面的几个核心 从乱路进入了爱情杯 那这个整个mata 就有点混乱了 肯定要是围绕那几个流行的open open的宠来搞了 当然这个Dioxide 这个scraft也进去了 但是面对Matician和Defense Dioxide 还是有点妥诚 但是他可以克制那个大蛇舔 因为大蛇舔他没有格斗系的技能 不像Snowlex 有一个格斗的大招 好了总之就是 这几个open里面的主流 估计在爱情杯里面也会 有dominant的地位 尤其是Defense 防御形态的外星人 实在是 让这里的所有的宠都是非常头疼的 就是这个爱情杯 好 那 有这个 爱情杯之后还有一个Gentle 这几个卡布还没有研究 我这里 马上因为明天就开始 这个Great League Remix就要开始了 所以我就 就简单的说了一下 这个Great League Remix 我的大鼻子双飞 可能又要重出江湖了 但这里的双飞 凸鹰被进了 咱们换成 这个新流行的猫头鹰 应该也不会有 太大的问题 可以试一试 然后就是这个 彷徨叶铃这个鬼 要带上 Ambion Amporion 跟毒龙 这个 可以试试看 但是感觉还是怕 Whiskash 还是有点怕骊球 因为彷徨叶铃打骊球 本身又不怎么样 Amporion跟毒龙 打这个骊球的话 又是非常的劣势 咱们是 鬼术 刚才用个草 可不可以用彷徨叶铃 用鬼术 鬼术这个草鬼 带Amporion跟毒龙 这个子龙是有可能是可以试一试的 可以试试吧 对 就可以试试了 好 总是这两个子龙 我是明天准备试一下的 希望能够取得好成绩 再投稿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